这里是东南亚服的官网 接下来看一下下一个版本 204版本的活动日志 然后他们下版本会迎来Hotel Maple 他们是16周年 到时候我们国服会是17周年 然后他们会 会有一些Hotel Maple 16周年的一系列活动 跟去年韩服 他们17周年是一样的 那么他们开始先讲这个Fairy Bro的东西 然后你重点看这个时间就行了 他们是5月25号结束 也就是5月26日 他们会已经能来NEO版本 反正就你看时间来了就好 然后他们也有那个什么DMK的伤害皮肤 BMK伤害皮肤 这个就是本色森林的那个上的皮肤 也是BMK的 原本东南亚是没有BMK的 前几个版本才已经接过来 然后Hotel Maple Hotel Maple是从明天开始 一直到2021年5月25日 整整两个月的时间 然后呢 他会在30号结束 他这个地图 也就是说你25号活动结束之后 你还有5天的时间去领去买一些道具 他的NBC不会走 然后跟韩服一样嘛 就是你每天挤满币之后 然后你去给他交200个币 每天就200个币 然后就获得那个 获得一张MIP的券 然后你获得一个券 同时还获得一个技能点 你就分配给这9种属性当中其中一个 他每一种属性都有三级 你自己按着自己分配 然后的话 精英 Premium Prestige 你到那个阶段之后 他会分别给你那个经验核心宝石 100的选择星 什么会这样 还有一个台风成长必要 就这样子 然后AFK的Away from Keyboard Area 就是你站在 坐在这个地图坐车 坐那椅子 就有那个点数 或者是经验值 就这样 然后他这个是一个商店 他其中有6个商店 这Boutique的商店 他其实还是按等级来的 但他等级来的同时 他里面又有一些新的模式 当然这模式从去年那时候才开始 就是这种券 券的模式 你买券10天 买70天的券才获得那个道具 然后后面都是很常规的道具 然后宝石商店都是跟 这些新神秘徽章 然后Metal Shop Metal Shop也是按等级的 也是有金币 消耗金币就能够买到这东西 然后 Report跟普通区还是有区别的 到这去看区别就好了 比如说那个 这个CD10只能在那个 Reboot买 然后CuponBoot 那个券 就是你交了200个硬币之后 他会送你一个券 你用这个券来买东西就可以了 当然好像没有这一次Away 觉醒的时候比较丰富了 主损商店其实还挺好 然后是拳击网拳击网 就是跟平常一些活动 可以给你额外的那些点数 每天活动一样 每天就是1200个 最多1200个 然后他不会技术上线 然后是冒险一张牌 冒险一张牌 就是打牌的小游戏 然后到后面会有一个金字塔 一张牌的话就是 你看着他出的上一张牌的颜色 或者数字 如果说前面是黄色 你就只能出黄色的牌 或者说你看他出了5 就你可以出5的牌 就一样了 然后那些什么攻击的牌啊 加一换牌 然后切换方向 这些都是跟颜色有关的 然后这是无边际泳池 无边际泳池就是一个给你141到199等级 这些角色给你一个随机升级 跟跟这一次的那个什么 爱丽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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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魔法 满月派对 爱丽涅满月派对的那个魔法是一样 跟去年中秋节 那些都是一样 然后它是Elite的时候是每天每个世界一次 Premium的时候是两次 Prestige是三次 然后是Monster Pyramid 怪物金字塔 怪物金字塔那个活动是从去年这个时候才有 后来这什么 后来那个满月派对也有这个活动 对吧 后来那什么 后来十五中年也有这个活动 十五中年 好 我现在有了 对 他其实就是一共有六六种杯子 包括这个蝙蝠膜这个边杯子 但是放进去之后 他往上就不能再放 其实最佳的这个放的方式是二二二一 二二二一一这样子 然后往上的话 你必须总会牺牲其中的一个 然后再往上就只会越来越少 慢慢的至少会牺牲一个 到最后你只剩下最后一个 看你能不能放到最顶的这第二层 反正你是不可能放到第一层 因为你总会保证有一个放不满 然后是这个是打猎获得积分的一个活动 你这去打猎这些蘑菇 他是通过打猎怪物 会自动发动这个技能的 所以你不需要去减硬币 他是发动完之后 就自动收集到你的那个硬币当中 然后七星 七星那是酒店餐厅 七星的制度餐 打这些怪物会生成这些盘子 他也会给这个硬币 然后一个疾分 Skill Automatic Collier Activities when you enter a Level Range Reminder, Daily Limit is 300 打怪就會自動生成這些東西 這也是 它是從5月5號才開始 這是蠟燭 Stage 1, Level Range 20 Stage 2, 20 Stage 3 Point 第一階段40,第二階段60,第三階段100 然後第四階段 它會發動一次爆炸,然後800積分 也就是8個影表 你到5月的時候就知道了 國際服務應該會玩兩周或一周時間 然後這個才是重點 去年9月的時候 東南亞就出過一次東台二重奏 大家應該都記得了 就那時候 只要你另外一個號 跟你另外一個小號 互為大哥大姐的時候 另一方達滿了經驗值 或者是達到一定經驗值的時候 你小號在登陸的那一刻 會自動獲得大量的經驗值 結果你會 你也看到 10級的號 瞬間變成了58級 是非常誇張的 相當於你 省了兩個小時的功 的努力 然後我210多級的時候 一上限10%的經驗 其實非常多的 現在那個 210多級那段經驗值有 一百兩百多頁 也相當於 相當於我的上限那一刻 或者說我10分鐘之內 就打了有幾十億經驗值 是非常之多 所以非常值得去參與一下 然後 另外 這大 大哥 大哥 大姐 這邊其實也是有一個 buff在裡面 大哥 大姐小弟 大姐小弟 大姐這邊是攻擊力 魔法力50 然後是普通怪物和boss boss攻擊力加30% 然後是暴擊傷害 跟暴擊力加30% 然後是reverse my maple story 這是什麼東西 呃 他這個應該就是打獵等級附近的怪物 然後獲得這個箱子 就只有5天的時間 但是呢 他會告訴你很稀有 所以呢 可能掉落率會比較低一點 然後他這個是 左邊這個是寵物箱子 那這一些 他給了這麼一些的寵物 然後右邊這是道具類的 有基礎獎勵 就選擇性什麼 徽章50個 然後是有概率獲得這些特殊獎勵的 碉墜 嘴 交換券 然後 傳說級的帕卜拉圖斯 那個標記 叫交換券 augmented jungle soul 就是 偉大的 敦凱爾 靈魂皆經 還有 偉大的 真希拉 靈魂皆經 還有 差不多legendary against AA weapon box 就是 雙倍 传说级的神秘之影武器箱子 有一个20星之力强化的卷轴 给20星的卷轴 然后是发型的一些箱子 里面都是一些像 一些发型 然后是美容的箱子 还有金钱Boss 它会给2000个历程 也就是积分 然后有概率获得一些抵用券 抵用券有3000、3万、5万、10万、50万 还有100万 Triple Flats 它是一个点桩有关的一些小玩意券 然后后面就是周日冒险道 第一周是心之力强化三折 减去30 现在就7折 然后就是两倍的硬币和积分 第二周是保罗普利托兼值两倍 然后是火焰狼兼值两倍 然后同样是硬币积分两倍 第三周是符文兼值两倍 连续击刷球兼值四倍 然后同样硬币积分两倍 第四周是咒语痕迹 五折 还有硬币积分两倍 还有第五周 心之力强化在50、15星是 100%成功 然后就是硬币积分两倍 第六周是怪物公元加50%经验 然后就是硬币积分两倍 还有那个VIP的成员积分 可以获得两次 然后获得极限成奖密钥 这个是141到190区的那个 所以呢 这个就到了 我觉得还可以 特别最后一周这个挺好 这个就是他们的活动 看到这里